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还是要向对应产品的持牌的专业人士获取相应的建议 我们中途会有一些互动环节 也欢迎大家积极通过视频软件上的问答功能 或者是云州小助手微信号进行提问 我们将搜集关于地产的一些问题 并且随机抽选一些请我们的讲师现场解答 所以首先还是请大家添加一下我们的云州资本小助手微信号 就在屏幕上方二维码 包括我们所有最新的活动信息 一对一咨询以及各种报告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云州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澳洲高品质地产项目投资的基金公司 为成熟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提供专业的服务 在过去两年左右我们总共参与了投资47个债权及股权项目 至今我们保持零违约记录 并且已经有了27个项目按时甚至提前回款 而我们集团的基金业务交易总量也达到了差不多4.68亿澳币左右 我们项目标的主要以悉尼与墨尔本地产项目为主 提到可以翻到下一页 主推抵押债权产品 也有部分股权项目来说 来满足我们不同项目方与投资人的各种需求 屏幕上是我们做过的一些项目 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云州开奖系列活动 其中有精品讲座 也有各大知名合作方赞助的中大型会议 为我们的投资人及开发商提供地产方面各个角度的信息 咱们过去两次线上讲座反响非常好 所以为响应广大群众的号召 我们今天举办第三次云州开奖线上活动 今天的主持人是云州资本合伙人 悉尼总负责人Christina Zhang Christina拥有10年的跨国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 拥有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在此前也在浙江大学竹可珍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 是位不扯不扣的才女 Christina主要负责云州资本新州地区的业务 持有RG146澳洲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师的文凭 现在有请我们的讲师库西娜江 现在开始今天的精彩讲座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了吗 就Spotlight打开了吗 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坐下来聊一聊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应该说 我相信可能大家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过的是可能是平时的好几倍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海量的信息爆炸的时间 如果大家一直在看新闻 看报道 看投资研究报告 看市场机会的话 尤其会觉得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的话在比较早了 在最早的时候三月初 我们就开始给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的客户进行就是关于市场的沟通 所以大家听到刚才也了解到 我们这已经是差不多做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活动了 持续的在跟大家更新 持续的在跟大家更新这个市场情况 今天的话是这样 我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说去差不多这样一个三步走的一个思路 一方面呢是说 我们先去整理一下 我们在哪 我们现在的经济数据状况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经济体宏观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下乘一步 我们到地产这个聚焦的市场上来看 我们近期的地产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 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最后一步我觉得是比较落在实处的 我觉得我自己既是基金经理 我也是投资人 所以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既有专业的角度 也有一个切身体会的投资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人怎么做风险的控制 然后最后呢 这个过程大概是40分钟 然后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问答功能 或者跟我们的小助手提问 好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在哪的这个问题吧 其实 我觉得现在的话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现在的经济市场非常的复杂 被称为100年遇到一次 说是once a lifetime 就是说一生遇到一次的一个活动 这个提法还挺浪漫的 但是呢 我觉得说现在的经济数据其实比较分杂 有的时候有点像盲人摸象 就可能摸到一个大腿的时候 这个大腿又上了新闻 摸到一个尾巴的时候 这个尾巴上了新闻 那我觉得在最近4月21号 央行的这个行长有一个经济数据的预测 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央行拥有最大的这个数据库 来观测整个经济体的发生 所以呢 我把这个比较近的这个报告 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其中最关键的点 我给大家抽取出来 一个呢是我们的经济萎缩 央行呢预计澳洲会有1930年以来 最大的经济萎缩 其实它在用词上还是比较讲究的 说是economic contraction 而不是great depression 我觉得其实它是有区别的 就说明央行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仍然是趋于保守 我们现在预计上半年的国民产出 确实会下降10%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句话上头条 但其实全年的这个预期 也大概就在5%到6%的下降左右 当然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澳洲数十年的一个long boom 一个长期的经济蓬勃 会是一个hiccup 一个短期的一个问题 GDP的传出的话 预计大概今年是央行的数据 大概是减6% 然后明年的增速反弹 大概在6%到7% 失业率的话呢 现在的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 经济的刺激政策 政府的扶持政策的话 失业率是可以达到17%的 大家如果看到一些欧美国家的话 相信也不会意外 但是在现在有这个这么大量的 这个job keeper job saver这些政策扶持下 其实现在的预期 比较差的情况下 也就是6月份上升到10% 10%是一个大的数字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 一个短期的数字 因为央行预计在未来的 一两年内或者两三年内 失业率将回降到 大概6%左右 大家还记得咱们在 COVID-19这个疫情之前 我们的失业率是在5.3% 那么可能疫情过后 我们还会有一段时间 略高于疫情前的这个状态 通货膨胀率 其实通货膨胀率 我们在3月初的时候 援州资本给自己的投资人 发信也好 做视频也好 我们一直就跟大家说 通货膨胀率会有所下降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 我看见有一些市面上的报道 其实说会有大量的通货膨胀 我们的观点其实还是 应该说比较准确吧 央行长这次提到了 在二季度六月底 我们的通货膨胀会明显下降 可能掉入一个负值 当然负值不会保持很长的时间 未来的一两年内 保持一个2%以下的一个环境 大家知道央行长期的通货膨胀目标 是2%到3% 也就是说央行的这个是低通胀环境 然后慢慢的希望回到 所谓温和通胀的这个界限上来 大家都知道澳洲是第一次实行QE 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 它其实是一个非特殊的货币政策 这个特殊的货币政策 其实它也是有退出机制的 传统上来说 以及以现在的调性上来说 澳洲退出量化宽松 必须要两条指标达标 一条是温和通胀达到2%到3% 一条就是失业率下降 到我们的一个预期失业率的 可能5%以下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将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 保持一个低利率的环境 我们现在是0.25% BBSW的这个bank rate 已经趋近于0了 那么其实这也是想做的 这个事情的一部分 就是保持充分的低利率 充分的便宜的信贷和流动性 在经济体里面 我是比较认可这句话的 就是说我们要搭建一个 更宽的 更强的 更长的一条 复苏的桥梁 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条桥梁 我们已经初见模型 而且正在往上面走 第二个呢就是 我觉得澳洲的复苏 其实我相信最近 其实大家蛮乐观的 我感觉我在周末购物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 小的这些咖啡啊什么 还热闹起来了 买个奶茶还要排队了 其实澳洲的这个 整个经济的这个 疫情控制还不错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它 这个微步下面的 这个本质的话 其实澳洲有三个地方 还是蛮不错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大家知道其实澳洲的政府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预计在未来的四年里面 我们会有235亿 澳币的财政盈余 也就是说其实2020年6月份 我们应该看到50亿的财政盈余 当然今年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 这个钱花下去之后 这个盈余是没有了 但是大家能感觉到 你本来的这个位置还不错 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说 有特别大的政府赤字 它本来的这个基准线还蛮好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今年和08年 特别的不一样 大家知道每一个经济危机 其实除了这种 因疫情影响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以外 传统的这个经济危机 它都是由某个特征行业所引领的 比方说我们00年的 这个互联网科技泡沫 是这个领域 08年是金融领域的次贷危机 那其实今年的话 银行的角色和08年非常不同 08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问题的制造者 和你需要拯救的对象 今年的话 其实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来说 相对还算健康 当然我等会会提到他 像安在最近调整这个拍戏的问题 就是说本来的资产负债表相对来说健康 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流动性问题 银行但是很快 这个央行的这个决策 这个降息 BBSW往下降的这些决策 已经把这个银行的流动性保持的比较充分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的制造者 其实今年来说 银行在这次的经济危机下面 它是一个减证器 大家也可以看到银行现在给到小型企业 给到个人的房贷 提供的这些所谓的贷款假期 其实都在为这件事情减证 我们这次是3200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拿出了GDP总产值的16.4% 可以说这是一个可能相比 可能类似经济体来说 澳洲还是比较有决心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估法 远高于2008年 复苏的道路的话 其实我感觉过去一个月 一直在谈这个东西 我个人的观点是 重塑的是消费 是投资和雇佣的信息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济刺激计划 拆开来分 我们不是去具体谈说 你能不能拿到jobseeker这些 而是说看这个大的宏观面的这个计划 它怎么拿下来 它主要是从四个维度去做它的 第一个维度呢 是货币政策 这个货币政策呢 其实是保持一个低息的环境 和充分的信贷流用性 一个呢是财政的政策 去支持企业的雇佣 让大家保证不去大量的裁员 保持居民的这个收入的稳定 最低的收入的保障 减少社会的问题 第三个是银行的合作 银行在这里面通过这个个人贷款的这些假期啊 通过一些短期的我们叫hardship loan 短期的这些支持 来保证小企业和个人度过难关 最后就是企业了 企业保持一个员工的雇佣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 算是站在第一线上做这件事情 那我比较荣幸的是 我觉得圆州可能今年不仅没有裁员 我们还有一位新的独立董事和一位新的同事 在最近会加入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扩张的过程中 以及我个人加了一个点是 对于新常态经济环境的适应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理解的一点是 当我们没有立即拿到疫苗的时候 可能很难像以前那样毫无戒备心的 回到一个原始的经济状态下 但是对新常态的适应 其实是这个经济周期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过程 我想我们对经济危机并不是很陌生 从可能91年 00年 08年 2020年 大概每10年就有一次 它的这个长周期其实是特别明显的 我想每一个长周期之下 都是有优胜劣汰的过程 那么对新常态的适应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把线下的活动转到线上 已经是第三次活动了 下面还会有三次活动 已经安排好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适应过程 我觉得在未来会 还会有很多经济数据出来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 会有很多打破我们想象的记录出来 不适应的那些记录 但是我觉得就像大家说 黎明之前的夜最黑 如果我们相信 就是这个桥梁一定在那里的话 其实是会有好的一个复苏的 那很多人开始讨论经济疫情之后 怎么反弹 我觉得最近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看伦敦商学院有一个 有一个讨论 它就是说 其实我们讨论它的 具体的这个时间表 可能现在的不确定已经过于大了 而是讨论它的可能反弹的方式 有的人觉得它是V型反弹 特别快的 有的人觉得它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是一个U型反弹 也有人觉得 这个疫情是一波一波的 可能是个W型反弹 我相信可能只有很少数悲观的人 觉得说它是个L型 它不反弹了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经济形势的变化 还是取决于很多 很多我们现在 暂时没有完全答案的东西 我也不会假装我有这个答案 我觉得我们的疫情控制 疫苗的时间 特效药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再次传播 我们的COVID-19 Safe的这个 COVID-Safe这个APP 现在有280万的下载 蛮不错 但是我们需要800万 这个APP才有用 以及现在的这个 我觉得政治风险 大国之间的角力 是否会把澳大利亚带进其中 也上战场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战场是经济战役上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还有待观测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 现在银行对于经济增速的一个预期 那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对比 一个是NAB银行 它是觉得今年的经济 大概是降速4.3 明年回弹3.5 VSPEC银行觉得这个正幅更大一点 是减5% 然后升4%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我们的最明显的这个冲击 出现在今年的二季度 减8.5%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理解 也符合大家预期的 毕竟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困在家里面 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就是一个经济的冬眠期 能做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二季度出现一个极大的 一个跳水 是在所有人的预期之中 尤其在大国之间并不显见的 那么比较好的消息是 我们现在都预期三季度 会有一个延缓 我们会逐渐放开 现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 已经开始积极地讨论 如何逐渐地放开 怎样安全地放开 大面积的测试 那么四季度的话 其实现在应该说市场上都比较认同 四季度会有个好的反弹 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地产 一组地产的这个数据信号 这个地方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话 可能市场上大家应该是 也被很多的这个头条轰炸了 轰炸之后的结果就是说 消息非常的纷乱 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比较好的整理 因为我觉得万变不利其宗 我们去看任何一个市场 都是供需求 基本面 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把这组数据 我分成了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跟房价相关的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类型 第二个类型是交易量 我们已经交易了多少 我们有多少贷款进去 第三个呢 是对未来的预期 未来的开工量 未来的供需 最后一个是市场的清新指数 因为我们的市场 未来的发展 也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观点 我就以这个为思路 进行下面这一段的这个数据的总结 首先是 大家可能知道啊 截止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 我们全国房价 其实算是一波 挺明显的上涨的 尤其是悉尼墨尔本 上涨了12% 13% 涨幅其实很高 所以截止到三月底的话 其实咱们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涨幅 全国的涨幅 季度性2.7 悉尼有3.9 墨尔本2.9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涨幅 可以说我们从2019年7月份开始 这个市场逐渐回暖 到2019年4季度 这个市场明显反弹 2019年1季度 你能感受到这个反弹的这个振幅 当然全国的这个 所谓的社交隔离 很多的限制 是3月份的第三个下旬开始的 所以那个时候突然一下 股票狂跌 Open Inspection 改成必须要单独预约 看中介房 然后公开拍卖也被取消 很多很多的限制 啪了一下就甩到了这个地产行业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是说 光光看一个季度性数据 肯定不够准确 因为它太慢了 阅读性数据也不够准确 因为现在变化太快 现在的话 我们比较倾向于用这个 每个州发布的这个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州发布的数据来看 3月份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差不多1.1的这个周增长 过去28天的这个滚动平均 但是到我们现在是最近的 这个4月21号的数据 差不多掉了一半多一点 0.4%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以为 4月底的这个数据是个负值 可能大家是有点惊讶的 说原来是个正值 这是一个全国平均 大家别忘了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咱们的股票市场可能杀跌的时候 它不是这么个速度 它是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杀跌 但是这是一个增速 这不是一个绝对值 但是我们的增速 居然还在缓慢的增速中 其实地产相对来说 它都是反应比较慢一点 然后它反应的这个幅度 比较小的一个资产类别 好 这里的话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预期 也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我知道今天来了很多 很多的投资人 有我们熟悉的 有我们新认识的 还有很多专业人士 包括开发商 大家觉得疫情将怎么变化 我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个 一个调研的选项 你可以选一下 然后选提交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数据就会通过我的同事 让我们看到 大家现在屏幕上能看到这个吗 Jack 好的 马上 这个小调研呢 其实是说 我给大家这样一个选项 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个 一方面展示大家今天的一个 Market Sentiment 一个调研的结果 同时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展示另外一个 跟市场中介的一个调研结果 大家还在投票哈 我看到数字还有在增长 还在增长 那我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呢 我就会给大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调研的 一个结果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一个对比的结果 这个应该可以了 OK 好 大家应该屏幕上能看到我们今天调研的结果啊 就是说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人认为会下降10%以内 然后加上这个下降0到10 10到20的话应该是最主流的这个群体了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朋友他们选择了 大概17%的朋友选择了 这个下降 去保持稳定甚至增长的 其实我觉得从这点上来看 应该说大家还是对这个市场比较乐观的 我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一个slide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大家的这个反馈 其实是比这个地产中介更乐观一些 因为大家能感觉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概可能中位数在这里 我们是这样一个弧度 地产中介是这样一个弧度 这个预期是什么呢 是RP Data他们跟过去三周时间 跟他们联系的这个地产中介做的一个问卷调研 问你认为地产市场可能会今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选项跟大家 我给大家设置的差不多 然后呢他比我们稍微悲观一点 我觉得我们更乐观作为投资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认为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间内 那绝大多数人是认为是接下来的比方说 六个月之内去发生这个变化 以及就是已经在发生这个变化了 总体来说其实如果说我个人的观点的话 我也是倾向于可能比这个调研结果稍微乐观一点 跟大家今天的结果比较类似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看一下新增上市量 新增上市量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大家能够感觉到的是新增变少了 大家如果看每周的这个周报 我们远周有每周的这个周报通过公众号发出去 都会追踪这个每周的上市量 每周的金盘率 其实是这样 澳洲其实也是有两个销售黄金期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一个我们叫Spring Gala 叫春季黄金周 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交易量的这个高峰 11月份 还有一个交易高峰呢 是在大家从新年休假回来之后 开始上市场看盘 然后开始交易的2月 整个2月 这是我们澳洲传统的两个销售高峰期 跟天气同步的是一个 不管是零售也好 还是房产也好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冬季 所以呢 绝大多数时候来说 其实Easter复活节是一个 算是一个分水岭 基本上Easter之后的话 整个都会变冷一些 那么今年的话 其实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这个趋势是跟 往年是一样的 只不过今年的上市量 是下降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今年的卖房的业主 其实是突然一下 他们就表示啊 好房吸收 我觉得相对来说 在这个看不清未来的一个时间点上 这很好理解 就是卖房的卖家 他们现在不愿意上市场 你可能能看到一些 就是非常真诚的上市场的房产 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 也可能是财务压力 也可能是他的房贷还不上 等等的原因 也不一定是说他要被这个银行怎么样 而是说他预期自己可能房贷会有问题 来提前出售这个房产 这些是非常真实的 有强需求的 的卖家 但是呢 有很多卖家 如果他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这个卖房需求 他只想 卖一个好价格的话 基本上都是会从市场上拿下来的 其实现在的话 整个交易量下降 也未必是一个坏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会有更小的这个sell down的这个下行压力 如果说有很多的人在卖这个房产 而你想买的人又少的话 其实下行压力会更大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别忘了 现在的银行对于 现在的银行对于 个人住房的贷款的这个借款人 有一个六个月的一个房贷假期 我们认为会有一波 算是相对来说 可能在市场里面比较 特殊的比较 相对来说可能价格比较便宜的一些房产 有可能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 出现一些卖出的压力 28.7%刚才那个数字 如果大家觉得看上去非常吓人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拆开到首府城市来看 并没有那么夸张 大家可以看这个读 悉尼摩尔本的这个上市量下降 其实要远远小于全国平均值 悉尼只有11.3% 墨尔本只有13.7% 只有全国的不到一半 真正把这个数值拉大的是 其他的首府城市 比方说达尔文和珀斯 在这个地方 其实堪培拉也可权可点 在这里呢 其实堪培拉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知道堪培拉有很多公职人员 应该说在这一次的整体的疫情里面 就像央行也说到我们全澳洲的工作的人 他们的工作时间数减少了20%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减少20%很多时候也会意味着很多收入的流失 但是呢 堪培拉因为公职人员很多 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被裁的 但是随着我们有大量的福利金发放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Centralink这些 就是公职的职能需要上 其实公职那边出了很多新的职位 相对来说堪培拉在这次里面 算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区域 受到的波及 尤其是人口工作的波及要小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成交量和清盘率 成交量的话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17年底开始 就是这个地产高峰期开始 自从通过了信贷的规则 就是信贷regulation 就是规则的打压之后 这个交易量是明显下降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猛跌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其实在19年开始 07年反弹的时候 这个数开始上升 我们现在其实爬到了一个 差不多过去10年平均的位置 但是仍然远低于 我们在14151617的这个销售数据 在这里呢可圈可点的是悉尼这个市场 大家知道悉尼摩尔本这个市场 我们在以前一次讲座里面提到 澳洲的首府城市 你要看悉尼摩尔本 他们是引领整个澳洲市场 就是周期变化的城市 悉尼在这一轮里面特别明显 它是引领了过去12个月的销售量的反弹 清盘率 清盘率是这样 就如果大家看到最近的清盘率 都不让拍卖了或者只能线上拍卖了 这个交易量可想而知 这个回撤率可想而知 所以清盘率调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是一个外界因素的主导的 大量的这个拍卖 全部变成了这个大家的私下交易 现在包括我们有些同事 有些客户最近都有买房 全部都是在私下交易的过程中 完成了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销售前 拍卖前通过销售 其实这个数据拍一下就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们去看这个清盘率的指导数据 不是很有相对来说的这个参考意义 而是应该看总的成交量和总的成交率 大家可能都会 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现在是买家和卖家双方的一个保守 卖家在保守 买家也在保守 其实我们从 差不多我从三月初开始 我比较熟悉的地产中介的朋友 我都会一个个打电话过去 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 包括我们做个人住房贷款的这些中介broker 他们现在咨询量的变化 其实这个调研可能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们也是这个结果 就是说现在地产中介 大概60%以上的地产中介 说感觉到买家咨询和卖家咨询差不多砍半 这个数据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让大家担忧的 但是大家别忘了 咨询量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是有泡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 比方说有买房的这个经历 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咨询啊 看房啊 然后我觉得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效率不是很高 但是呢 现在流存到市场上的 差的一面是整体咨询量下降了 好的一面是 这些咨询量是非常 就是真心诚意要买的咨询量 和真心诚意要卖的卖家 他们的效率提高了 这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一些 从中介那边的反馈 他们的成交的速度 相对来说比较快 我们在自己认识的朋友身上也感觉到了 就很快的速度就谈好了 就成交了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谈了上市量 谈了成交量 清盘率 中介的咨询量 这些都是关于量的数据 最后一个关于量的数据 我想提的是关于贷款 贷款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这两个顶峰是哪来的 然后又怎么下去的 14年 15年 17年的时候 分别做了两次 从信贷手段上的控制 住房贷款 主要是以打压投资 类型的住房贷款 为这个主要目的 所以经过了两次挤泡沫的过程 这两次挤泡沫的过程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这个挤泡沫的过程 把这个 把这个bubble挤出去了 我们本来在这个投资市场上面 新增贷款里面 有40%是投资贷款 我不能说投资贷款都是投机的 但是有一定的这个投机因素在驱导 但是我们从一个40%的投资贷款的市场降到了28%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降幅 然后呢 通过了这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痛苦的回调吧 虽然说大家的记忆可能我们比较积极的人 记忆都会比较短啊 对于这个痛苦的征服 但是大家其实能记得就过去两年 其实这个地产市场是很冷的 这个很冷的过程挤出了很多泡沫 这个很多泡沫造成了 其实这个市场并不由投资人所引领 我们在2020年初看到这个市场 是一个自助买家的市场 他们的自助买家是谁呢 是新房买家 首次自助的买家 是住房升级的买家 所以说它是一个自助市场 它自助市场一定程度上 说明是一个刚需市场 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 与其我们在今年遇到疫情 可能好过我们在2017年遇到疫情 如果2017年出现这个情况 当时泡沫一破 你可能很难想象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下调 但是在我们已经痛苦的 经历了这个阵痛之后 我觉得好像是已经减了一身肥 站在这里 然后你跟我说再让我少吃点 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在这个点上呢 自助的买家 他们在好的一侧 看它的时候是 他们又比较刚需 坏的一侧是什么呢 等会我也会跟大家讲 就是澳洲的这个 住房市场需求的供给 它主要影响的是什么 是住房住进去的这个需求 和租房的需求 但是呢 这次疫情 这次我们把边境给封了 其实对澳大利亚的几个核心产业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大家也看到现在航空业出的问题 现在旅游业的哀红遍野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 这个自助买家 他是从事 旅游业 酒店业 包括餐馆服务业的话 然后他如果失去了工作 可能会影响他的借贷能力 影响他的购房能力和支付能力 所以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和切入点 就是说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类型的 叫做劳动人口密集的区域 在全澳范围来说 都大区范围来说有哪些 比方说 从事这个我们叫旅游行业的 这个类型下的这个员工比例 如果我们把就是全澳洲 比方说我们分内西呀 上北呀 悉尼的 然后墨尔本东南呀 派尼西拉呀 这样子分的话 排名第一的是悉尼的内西区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 根据这样的ABS的这个 政府数据做出来的这个分析 就是关于地区的 那这个地区因为比较细 今天时间有限 我不会在这里讲 我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投资季报 可以跟小助手拿 或者跟公众号上之间能看到 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未来 一段时间都成压的 然后呢 我们开始讲 基于未来的供需的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的话 我相信可能过去几年 大家都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就会去看人口的增长 看批件量的增长 我们的供给是多少 新的批件量 截止到2019年年底的话 我们是有新开工量 大概17万 17万套 我们其实净增长的 这个移民人口 还是比这个高得多的 有差不多20 22万 23万的新的移民进来 从现在的时间来看呢 经历了2019年的这个回调 2017到2019年的回调 这个过程中 开工量是明显下降的 尤其是住宅类的开工量 和住宅类的审批量 都大幅下降 都下降到了低于 就是新增人口的增长率 那么 我们现在是预期说 市场的库存 在这段时间的消化呢 它是有一个好的消化在这里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就是我们现在的住房库存 是会消耗掉的 包括也有一些小的好消息啊 就是政府可能会买一些 这个叫做affordable 就是可负担的房子 用于给到一些低收入家庭 就政府也会进行一些 部分的小额采购吧 500个million 5亿的一个采购 但是呢 我觉得今年其实 我们的这个假设是基于说 人口的增长 在一个我们预期的这个轨道上 不过2020年 我们把边境给封了 外国的这个 外国的这个居民很难过来 它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 我们在短时间内的一个需求 短时间内的这个新增人口 和新增人口的房价需求 但我认为这里面 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差的 就说可能我们先会有 已经移民过来的 它有这个房子的需求 然后你先去消化现有的库存 然后你再看未来的这个需求变化 在这里面还有比较大的变数 包括Skomo的政府 现在认为国际旅行 应该短期内是不太能开放 可能还要等好几个月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市场信心指数 现在做信心指数调研的 好像有不止一家银行 但是可能市面上 最有这个reputation 最有名誉的是这个 ANZ Property Council这份 这个图表哈 对于它的绝对值数 就没有参考价值 我就是跟大家说 你主要就是看 它在零之上 零之下就行了 简单来说呢 它是给专业人士的 一个市场调研 其实像我们也收到了这个调研 也参加了这个调研 未来12个月住宅市场的 一个信心的一个调研 所以它是信心 它不是实际 它是一个预期 这个预期呢 就是觉得说 已经规划好的开工量 应该会保持 行业的员工量 大家预计减少 其实澳大利亚的地产行业 算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了 110多万的这个雇佣员工 是一个真是一个大的行业 进驻施工活动呢 预计是保持 就是不是明显的上升 或者下降 房价的话呢 是预期下降 总体来说 它有一个总的 就是信心指数打分 这个信心指数打分呢 平时差不多是 平均在100分 它就是一个 100多的一个数据啊 在 当时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三月底出来的时候 这个数据一度掉到过60多 但是现在又回涨到了80多 所以其实还是这个信心 我觉得信心指数这个东西 是根据 很多因素在营造它的 包括我们现在疫情控制的怎么样 政府怎么去支持 好 最后就讲到了这个 全行业的这个压力测试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呢 其实全行业的压力测试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可能这个单独这一个页面 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我今天会逐个讲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拿了一个投资周期的这个图表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投资周期基本上可能对于普通的买房的投资人来说 它只设计最后这一环就是买房 但像我们做地产基金的话 其实我是从各个领域都设计 包括土地段的 包括建筑段的等等 所以我们看的是整个市场的链条 我认为今年是对地产市场的一个全链条测试 这个全链条测试 会在每个点上都施压 但是呢 好的是什么 好的是 今年 今年州政府都在考虑有一个在我们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 围绕住宅地产出一个经济刺激计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相关的新闻啊 最近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已经提交了这样的预案 正在讨论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刺激计划可能主要会围绕哪些东西呢 一个是规划审批 这非常明确的 特别是像州政府最近很多次发言都提到了 对于老的已经积存的审批 必须以加快速度将它进行backlog的审批批件 然后新的审批的话 会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支持 我们其实会在两周后的5月14号 请到一个规划师 专门来跟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最后联系小助手来报名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市政 各个市政对于审批来说 还是比较支持的态度 在3月4月份的时候 我们自己开发商客户的项目 有个别都遇到了 就是比方说他们跟市政的这个会议被推迟 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延迟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 像墨尔本有几个市政呢 他们甚至加快了审批的流程 就因为很多都电子化了嘛 就大家这样子就进行了市政的开会了 还有一个是建筑施工 大家看到我们在疫情最 算是增速最快的3月份 我们并没有停施工 我们只要求了4米的这个施工距离 就是social distance距离 建筑施工的话 从新州和维州的这个调性来说 都非常的支持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给投资员分 就是给到了两个 传递了两个信息 新州政府是允许了周末开工 节假日开工 就相当于是把以前的这个传统的时间 还延长了 以支持你的工程进度 维州政府的话 是在墨尔本的市政下面可以申请 然后其他侧面的话呢 是保持了一个支持的态度 我觉得在施工这方面 其实能够看出来 建筑作为一个 算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支柱之一 我们的住房加商业地产里面 蕴含了 就是保存了几乎澳洲人的 就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财富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唯一的这个还没有倒的经济支柱 如果说我们的旅游 我们的教育已经受到冲击的话 我们的出口已经受到冲击的话 地产我认为是它最后要守的一个防线 所以为什么在建筑施工上 它是比较保守 比较谨慎的去支持它的 但是建筑施工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 当然也是有的 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大家会在未来几个月感觉到的是一个 比方说物流链上的问题 造价上的问题 施工开工量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预售交割的风险 还有房贷的这个审批的问题 房贷的话 其实我们跟银行的这个banker也都有交流 相对来说 如果不是说直接失业的情况 普通人走PAYG的房贷 其实并没有收紧 但是投资型的贷款 特别是如果你用个人的 比方说公司去做担保的一些投资型贷款 是会有所挤压的 我觉得在下行市场里面 这是合理的 有更多的内容 可能我们会在下面14号的里面 去具体谈一些细节 在这里我就比较想赶紧讲两个 今天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要带给大家 第一个是一个广泛的疑问 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相信不管大家做澳股还是做美股 肯定当时还是吓着一下了 就是说股票市场有个疯狂的下挫 那好 那大家就问了 地产市场是不是也准备来这么一下 其实我们如果去追踪过去经济危机的 所有地产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和 我们的这个股票 ordinary的这个index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特别的相关性 比方说在在08年的时候 这个股票市场下泄的过程中 地产市场其实上升了 然后类似吧 就是1987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它也是这么个情况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相关性 让你能够得出结论说股票下降 房产也要跌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原生性的东西 最简单的所有人都知道的原因 因为它是不动产 不动产的这个波动性它比较小 为什么比较小 因为它的交易时间很长 它的交易成本很高 它的入门门槛很高 因为可能我们1000块钱也能买股票 但是1000块钱我们买不了一个房子 所以说其实房地产 它传统上来说 就是在做资产组合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去分散掉 在股票 在生意里面这个风险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资产大类 所以它在这个大的政府的这个经济环境下的时候 它的政府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 比较缓和一些 而且相对来说迟缓一些 其实在这个现金为往的时代 其实一个低volatility 就是低的这个变化 价格变化的一个资产 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下面一个 我觉得也是今天一个比较主要的思考 就是最近我们讨论了很多很多关于风险的事情 包括今天可能这之前的这个时间 我全部都在讲风险 那很多朋友最近也问我说 啊市场上有什么机会 我要不要在哪里抄底 很多这样的对话 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也是算是机构投资人比较常用的一个规则 就是说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般有一个预算 可能你心里有个数说 OK我现在有五百万 我分在了什么什么里面去投 那大家有没有考虑 我们投的时候想的是这个收益的预算 有没有想过风险的预算 在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了 这个大部分的资产大类 我是用的一个Vanguard的一个资产大类排名 都能在这里显示出来 基本上就是买股票 对吧 本地的 国外的 买地产 买债券 然后有一些Fix Income和一些Cash 其实他们的这个有好的年份 有差的年份 但平均收益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如果你以一个典型的这个平衡型的资产类别的话 基本上你做出来结果 就假设你按平衡型配置 你做出来结果大概也就在七个多点左右 是比较常见的结果 我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为什么要去提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把刚才这张表上的这些 资产大类我们把它归到这儿的话 其实它就是这么些我们比较常遇到的东西 对吧 如果你有一个比较丰富的投资的话 很多人在看这个的时候 如果他们了解资产大类的配置方式 唯一跟我想的不同的是 他会把这个生意算在之外 没有考虑到生意的风险 但其实这一次 如果大家有比方说过来移民的时候 买了这个生意餐馆 咖啡店 买了这个零售店做了工厂的话 很明显感觉到生意的风险其实是很高的 它应该在我们的风险预算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根据这些传统的就是大类型资产 它们的回报和它们的震荡率呢 大概把这些资产类别呢 给它分一下它的位置 比方说它的收益比较高 生意的收益比较高 风险也比较高 如果像现在突然一下 如果有三个月不能开门的话 有些餐馆直接就倒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分一个类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些是股权型的东西 尤其是房产 房产说OK 房产很稳定啊 大家尤其我们华人特别喜欢房产 房产确实很稳定 但是别忘了房产是一个股权投资 它永远都有拥有股权投资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去想要听 这个现代市场的分析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股权投资 它相对来说 特别是大家如果用mortgage 用贷款的杠杆的话 房产的收益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Rate也是啊 它直接持有了这个商业写字楼的份额 生意也是 那我们比较容易遇到的 就是普通人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我有一个生意在做 我可能有一个股票盘 或者我买了一个大盘股的基金 然后呢 我买房子 我挺爱买 就有一些朋友介绍了这个PE的项目 VC的项目 可能我也投了 最后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在风险限制上 也就是说选择的绝大多数东西 都是高风险高收益的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经济下行的时候 经济上行的时候 一般来说 大家挣钱的时候 考虑这点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但经济下行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反向的配置 把风险端往下拉 把风险端配在一些固定收益的东西 其实这些类别都算固定收益了 货币基金啊 什么余额宝 地产基金像援州资本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固定排期的 一级债权的东西 高期债券 公司债那些东西 还有包括什么Hybrid Security 这些都在债权下面 都是防御性的这些 这些都是进取型的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 回去算一本账 进取型的特别多的时候 其实应该反投看看 防御性的资产 大概有多少 那大家会问了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它是高收益而低风险 它是特别好的投资 在现在的下行市场里面 偶尔能看到一些 确实能看到一些 比方说相同的抵押资产 在今年可能 从基金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的Pi息提高了 比方说1%到1.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所以它可能就属于这个类别的了 那如果它高风险还低收益 那肯定就是一个坏的投资 任何一个资产大类类型里面 都会有坏的投资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股票的基金经理 是一个地产的基金经理 所以我自己的专业的话 主要就是只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地产债权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我会比较简单的说过去 我觉得主要的特点还是稳定的现金流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 做大的资产的这个 Portfolio Investment的时候 我当时学到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真正的资产是一系列的现金流 在现金流尤其在今年这个时候 这个现金为往的时候 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我觉得固定派息的东西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它有稳定的利息收入 而且如果你用好的结构去做它 你可能会有税务上的收入 因为它是利息收益 你可能是可以税务上有些优势的 相对来说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就是其实很多大的家族办公室 他们对于自己整体的这个Portfolio 整体投资组合的预期 也就大概在7%左右 在现在的这个地产市场里面 如果说一级抵押债券 能做到7% 8% 9%的年华收益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能够保护本息 我们认识的客户里面 其实超过一半都是机构客户 机构客户在这些 可能它不需要我去提 非常的明确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 有能力发行在ASX傲交所交割的债券 我们为很多的大的投资机构 包括母基金做投资 就帮助他们作为投资管理人来投资 这是我们比较骄傲的一点 但同时我们也为很多高净值的个人做投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专业的团队 在前面做净值调查 在市场上拿好项目 然后在之后做投后管理 这块上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五月份的一次讲座里面去更加讲细一点 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一句话叫持音手态 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人来到澳洲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吧 尤其是新一波投资人 很不同的在于 他们都是在中国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更多的不是在市场上搏击 而是获得一个持音手态的一个投资 走得长远走得更久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回去 也按我刚才那个生意房产这个方法 看一看自己现在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是什么样的 你们在各个项目上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今天有两个点我们没有时间去讲 一个是对于地产的一个微观的视角 中短期的视角 就是建筑的常委风险 还有一个是我们地产的投融资市场的 一个中期变化 长期的视角呢是我们怎样去布局 未来的五年 怎样对于基建 住宅审批方面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会在未来的这个讲座里面讲到 最后就用丘吉尔的话 结束今天的这个吧 我们不要浪费一次好的一个危机 我相信澳洲必然会走出这个危机 走出这个衰退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身体健康的同时 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OK可以问答了 Jack OK也谢谢Christina 从各方面的数据 到这个房产市场基本面的分析 同时呢 正在开发项目的角度 为大家讲解了目前的风险与机遇 还从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 也进行了相应的解析 那么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问答环节 我们现在搜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这个视频软件上的问答功能 或者是聊天功能 或者说直接向我们的 圆州小住手微信号进行提问 我们将随机抽取问题进行解答 那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Christina 您认为澳洲什么时候 经济能够进行复苏呢 澳洲的经济复苏 其实之前讲到了一点 就是说澳洲经济复苏 现在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会跟我们的 我觉得是三个大类相关 第一个大类是我们的 这个疫情的控制情况 这个取决于我们大面积测试的推广 我们的这个COVID SAFE APP的大面积推广 我们在社交隔离 各种限制放松之后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遵索 一定程度的这个距离 来保证一个健康 还包括了我们疫苗研发的时间 我们特效药能够上市的时间 这是健康类的 我们现在还不明确 一个是经济类的 就是经济类的话 因为因为健康类会引导 这个经济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他们相关的 第二个经济类的话呢 其实我认为是在 政府的这些 出台的这些政策 它是怎么最后落实下去的 比方说90个billion 900亿的这个 所谓的叫做便宜的信贷 注入系统 现在这些信贷里面 还没有完全的 注入到系统里面 只是说这个额度给它下去了 下去之后它怎么注入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job keeper 六个月之后就没有了 六个月之后 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去怎么去做它 我觉得在这一步 经济刺激上面 尚有很多东西 没有确认下来 最后一步我觉得是 市场的对于 不仅仅是澳洲一国吧 因为我们每个人 每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孤岛的 今年其实很明显的 在大国角力上 会有一些冲突 有些矛盾 这几天比较热的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就是说 澳洲算是有点站队吧 就同意这个国际调查 然后呢 中国的这个发言人 对这个事情是有 非常强烈的反应的 而且直接就说了 说中国的这个居民 可能会考虑 我为什么要吃澳洲牛肉 为什么要喝澳洲红酒 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去那边读书 就说我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也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 所能决定的 因为政治的领导人 会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leadership 但是可能 就是大国之间的角力 澳洲是不是要参与 这是一个值得 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我呢比较同意 就是像FMG的主席 Andrew Fortress 他前段时间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价 觉得我们应该等到 这个大选之后 才去参与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是一个抗议时刻 而不是一个 就是大家产生争执的 这个时刻 包括我以前的话 其实我在澳洲的 矿山的寡头 BHP 闭合闭拓的总部 算是初级的管理层 做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其实澳洲 是一个资源型国家 我们的出口依赖是很强的 这次的角力 大家也单独就讲了 矿山的问题 说因为中国60%的铁矿石 进口自澳洲 但大家别忘了 澳洲的这个大头 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 我们的铁矿石 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 其实我认为 从矿山的角度 和我在矿山工作的经验 就是我们的矿业巨头 工作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的依赖 其实很强 经济利益是在 政治利益之前 如果让企业去选择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的答案 要取决于 最后可能政治领导人的判断 所以这些不确定因素 它们会影响我们 最后的复苏 因为如果说我们 中澳之间的 这个经济关系变差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那么总结来说 如果大家说 我这些经济因素 我先不看 我能不能有一个大的 叫做概率型的判断 也是有的 在之前呢 关于七次 经济疫情 做过一次 叫做经济回暖的 这个时间判断 这七次疫情是什么呢 就是pandemic 大流行病 包括了SARS 非典 包括了MERS 中东的这个病 几个七次做的平均 这个平均值是 经济恢复周期 就这些受影响的地区 平均下来是三年 那么这个三年呢 是说 个别经济体比较强 冲击性比较少的地区 可以更早反弹 比方说香港 香港在SARS之后 其实反弹的蛮快的 但是个别地区又会更晚 但是三年是他们 做出来的一个平均数据 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今天可能我们时间关系 也不能回答所有问题 我比较担忧 因为我前面讲的有点慢 就现在时间有点紧张 看大家的意思吧 就是想要 可能比较多的问题问完 还是说 还是说 这样哈 我这边收到了很多 很多问题啊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我们通过下一期或者接下来的文章 我们来进行一点点解决哈 或者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抽 嗯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抽这个吧 就是根据你对经济增速的描述呢 2020年是负的6% 2021年是正的6% 是不是地产呢 也会在2022年回到2020年最初的水平 因为经过了一轮下跌 但是经过了一轮一轮增长 增长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大家记得我们刚才拿那个历史数据去回顾吗 就是说其实地产行业它的抗震性还是比较强的 它不是说直接跟它的涨跌幅不是直接跟这个经济产出涨跌幅的 地产的敏感性它最大的其实来自于信贷的控制 当然也来自于需求端了 如果你人都没有了当然也没有需求了 但是举个例子来说吧 其实SARS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房产房价没有跌 交易量还上升了 其实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它跟这个经济政府之间的关系 没有那么直接的线性关系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分析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图片里是能看到的 总体上来说 我觉得澳洲地产的这个 先回答前半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经济在那个时候回到这个时候 比方说你先降6%再升6% 我觉得Yes 但是地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呢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包括我们在2017到2019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这轮回调跟我们的总的国民产值经济增速 是完全是独立行情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地产的 我们是遇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而这个现实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在判断上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是需求和供给双降 所以需求和供给双降的时候 你比较难判断它什么时候这个价格会回笼 因为现在是需求端有可能因为这个 比方说输入人口的下降 然后买家的观望的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供给的下降 我们现在开工量也下降了 今年的开工量 尤其我们自己作为lender 作为这个非金融机构的这个借贷机构 我们对于地产板块的这个 非营类板块是整体有一个相对来说的这个政策面的收紧的 所以今年的地产的开工量肯定是也会有所下降的 整体的供给也下降了 我觉得也许会要个 比方说一年时间两年时间缓回来 我们在17到19的回调期的时候 用了20个月的时间下挫 然后用了10个月的时间反弹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这次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相似的一个走势 可能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活动 好的 因为确实大家非常的热情 如果你有问题 我就怕耽误大家时间 如果你想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最后一个 那就是接下来几个月呢 对于海外疫情的发展 尤其是美国呀 新加坡这些地方 对于澳洲本地市场的影响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从多个角度去看它吧 因为我觉得海外疫情的发展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主要还是对经济体的影响 而不是说直接影响到 这个地产上面去 当然最后对经济体的影响 会影响到我们的需求侧面 大家知道 其实澳大利亚的地产市场 长年以来还是靠海外移民 就是生存的 我们悉尼每年8万移民 墨尔本每年8万移民 这个新移民 对澳洲的这个地产市场 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能力的 就像刚才我们围绕这个点 也解释过 我认为如果说移民数量的变化 会对这个发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我看到了好的一面 也看到了差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 澳大利亚这次 在西方的工业化国家里面 大家怎么评价 说它是抗疫优等生 对吧 我们现在在整体的这个经济反馈 在整体的抗疫结果上面来说 在就是工业化国家里面 表现非常的显著 我觉得如果说我是一个 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想要移民 或者想要送孩子出国的人的话 澳洲会是我的首选 因为我认为 其实像美国现在的疫情 破百万 欧洲地区本身有一个 长期的经济下滑的问题 可能在这个方面来说 它不一定有澳洲这么相拨弱吧 我觉得澳洲从环境 经济政治 然后一个 作为移民来说 生活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在这点上 我其实还是蛮看好的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像是想选的 你可能会选澳洲 但是问题就是你 会不会想要选 包括现在的 中美之间的这个政治角力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一次澳洲如果去在政治上站队 在经济上依赖 那么中国的国民对于澳洲的这个 作为一个目的地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也可能会有风向的转变 所以说我觉得国外的疫情 我们所有人都不是一个孤岛 如果说其他国家 其他经济的疫情 能够更好的控制 更快的控制的话 其实是带动全球的经济复苏的 这个全球的经济复苏 其实它最后会帮助到各个经济体 就相当于其实对澳洲来说 跟美国之间的交易量 的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贸易 还有投资也非常的多 如果说美国能够更快的控制疫情的话 我相信澳洲的经济 也会更快的恢复 如果说回到我们最初说的三个点上 如果说我们能够恢复消费的信心 投资的信心 雇佣的信心 这经济体的整体的一个水平起来了 那么对房产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好的 谢谢Christina 今天Christina 也为澳洲的地产市场把来一下卖 确实是干货满满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有什么疑问呢 你得到了解答 由于最近的市场变化特别快 下次的云州开奖暂定未来两周左右 现在屏幕上已经有了 我们将邀请到来自不同行业 包括法务 市政规划 评估师 和基金经理 这些专业人士中的佼佼者 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 云州资本会持续为大家提供周报 季度报告 举办线上线下活动 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源 我们本期的视频回放的 包括已经回答和未被抽到的这些问题 还有我们的周报 季报 以及线上线下活动 都会通过云州资本公众号和小助手 发给大家 因此也欢迎大家关注云州资本公众号 添加云州资本小助手 这样是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直接联系您的基金经理 或者是云州小助手 进行一对一的思绪 那么在此也感谢各位的参与 也希望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有所收获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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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